哈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韩国恐怖电影,恐怖故事 本部影片是由四个故事组成,男主是一个有语言障碍的变态杀人犯,而且中度失眠 只有听到恐怖故事,血液倒流才能入睡 不然就给绑架来的人放黄雪,看到雪也能凑合着,咪等会儿 女主是一名学生,倒霉的被男主招来讲恐怖故事 为了活命,女主开始讲第一个恐怖故事,太阳与月亮 这天晚上姐姐和弟弟从学校回到家,家里空无一人 妈妈还在回家的路上,这时妈妈打来了电话 嘱咐姐弟俩等会儿帮忙拿快递,但是不要给快递小哥开门 果然没一会儿快递员就按下了门铃 姐姐只好高声对弟弟说,爸爸和妈妈在楼上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下一秒人就追来了 姐弟俩只好藏在衣橱里,突然衣橱里出现了一只诡异的眼睛 姐姐穿着巍巍的拿起手机照明,一个诡异的女鬼 突然出现并大叫起来,姐弟二人被吓疯了 疯狂的跑出去,躲进一间屋子 没想到屋里竟有一只鬼在等着他们 一鬼二人开启标高音模式 画面一转,一个破败的假人静静躺在地上 看了一切都是姐姐的幻想 从人一生下来就充满恐惧 恐惧会让人产生比现实更加恐怖的幻想 看着男主低着头,貌似睡着了 女主试探着去拿面前的刀准备逃跑 没想到男主突然抬起了头,依然精神的狠 说实话,女主讲的故事一般 全程除了尖叫,没啥看透 怪不得男主听了睡不着 女主撒娇买蒙的想让男主放了他 没想到男主尽力转身拿出一个铁盒子 女主打开铁盒子一看,竟然是一盒牙齿 看来讲不出恐怖的恐怖故事 女主也得少几颗牙齿 于是女主开始讲下一个故事,恐怖飞机 近期新闻播报,杀人犯频繁在飞机上作案 多名乘务员已遇害 故事女主小贾是一名空姐 她冒着被杀的风险上了飞机 果然戴黑帽子的杀人犯也在飞机上 每做多少铺垫,杀人犯就直奔主题 用锥子利落地扎死了为数不多的机密乘客 接着又来到空姐市,杀死了听歌的空姐 现在飞机上只有在驾驶室的两位机长和小贾了 看到地面的鲜血 小贾直觉大事不好 果然这是杀人犯已经发现了小贾 既然用小贾做诱饵开始攻击驾驶室 杀人犯扎下了副机长的一只眼睛后 觉得腿有点不对劲 低头一看竟是小贾开始反击 扎了自己的腿一针 杀人犯只听机长一声惨叫 顺利领了盒饭 小贾躲在机电室的时候 被乘客告知飞机上有枪 枪就在另一名警察乘客身上 小贾只得冒险拿到手枪才能活命 没想到杀人犯的小眼睛这么亮 竟发现了小贾 就在杀人犯过来掐死小贾的时候 飞机开始剧烈摇晃 灯不停地闪烁 杀人犯竟在走廊尽头看到了一只女鬼 她正用血红色的眼睛看着自己 这杀人犯愣神的时候 小贾立刻去找手枪 没想到的是小贾慢了一步 枪已经被杀人犯拿走了 就在杀人犯得意洋洋地抄小贾走去时 小贾关了灯 推着餐车向杀人犯撞去 二人顿时两败俱伤 倒在了地上 这时女鬼再次出现在杀人犯面前 并轻力地大叫 小贾则趁机混水摸鱼拿到了手枪 并且大胆地向杀人犯开了一枪 解决杀人犯之后 小贾回到驾驶室 副机长和小贾坐在驾驶室里 准备启程回家 没想到这时杀人犯竟拿着枪进来了 杀死了副机长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女主讲的故事bug还是很多的 比如飞机上明明有警察乘客 为什么还能让个普通人杀了呢 而杀人犯为什么要弄死 驾驶飞机的两位机长呢 女主看男主还没什么困意 于是趁机说饿了 男主倒是不磨叽 立刻起身去给女主做饭 这时女主妈妈打来了电话 女主便跟妈妈加一报平安 边向门口慢慢挪动 还一边看着男主的脸色 看男主一脸的不讲故事 就弄死你的表情 女主只好讲第三个故事 绿豆红豆 一家有两姐妹 二人同富一母 现在的妈妈是妹妹的亲生母亲 妹妹嫉妒姐姐的美貌 便整容成姐姐的样子 姐姐大致找到一个钻石王老五 朴会长 妹妹小智却不安分 趁着吃饭的时候勾引朴会长 没想到朴会长也不是什么好人 竟然没有拒绝小智的勾引 这间朴会长让女管家送来了结婚礼服 华丽的礼服瞬间抓住了小智的心 于是小智拿走了礼服 把大智锁在了屋子里 甚至连房门都用木板封上了 妈妈大胆地带着小智穿着礼服去见朴会长 朴会长看小智的眼神 竟像是看着一盘美食 但一心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母女二人并没有发现 甚至妈妈还把小智比喻成西瓜 一刀下去便露出红红的果肉 殊不知 正说中了朴会长的心思 他正考虑着怎么把小智做成美味佳肴呢 另一边大智在一间小黑屋里醒来 屋子里挂满了各种刑具和路头 大智走出屋子 却看到了给自己送礼物的女管家 女管家说是为了报答大智才将她带到了这里 但是被爱情和金钱冲昏头脑的大智却一意孤行 庆之来到了朴会长的家 他不知道的是此时小智已经被朴会长五花大榜送上了手术台 朴会长也不客气 直接摆刀子信哄到了出 三两下就把小智划成了渔网 这是大智已经走到了朴会长杀死小智的密室 看着死相残不忍睹的小智 和正在冷静处理尸体的朴会长 大智顿时吓得瘫倒在地 接着就不要命的开始往前跑 朴会长提着低血的剪刀 不紧不慢地走向大智 大智躲在一间满是婚纱的房间里 大气都不敢出 直到朴会长要找到大智时 朴会长却离开去接电话了 独自一人的大智在一件婚纱前大口喘着粗心 诡异的是婚纱也像有生命一样 跟大智一起抖动肩膀 大智心里的恐惧上升到顶点 不禁大叫了起来 猛的一下惊醒 原来竟是大智神情恍惚做了一个噩梦 妈妈回到楼下 收到了朴会长送来的礼物 没想到竟是用青花瓷瓶装的小菜 妈妈享受着吃着小菜赞不绝口 这时小智却说 你难道吃不出这是你女儿的味道吗 小智气愤地摔碎了青花瓷瓶 里面装的竟不是小菜 而是鲜血的红肉 还有一只带血的眼睛 此时小智突然面目争鸣 亲手挖了自己的双眼 女主的故事讲完了 男主却还是很精神 男主不满地掖着女主留下的耳朵 不管女主说什么都不松手 女主只好继续讲第四个故事 救护车 此时病毒横行 大量市民被感染变成丧尸 医生和护士正准备从丧尸感染区离开 看到一位母亲带着女儿跑来 医生在车上开始对女孩进行拒救 没想到却发现了女儿胳膊的咬痕 当即医生就决定要扔下女孩保命 没想到母亲和护士都不同意 三人为此争吵不休 司机都看不下去了 提到医院即使打疫苗的话 女孩就能保住性命 不得已 医生只好给医院打电话 问疫苗数量 医生说现在医院已经没有疫苗了 母亲却不相信 护士也要求再打电话确认 没想到医生恼羞承诺 竟用枪威胁二人 刺激上前劝阻她也被踹了一脚 正当局面昏蓝不堪的时候 女孩开始吐血 护士趁机拿到手枪 并给了医生一枪 此时大量丧尸从远处跑来 母亲和护士拼死把女儿拖上车 医生也在最后一秒跑上了车 没想到是一只丧尸 竟抓住了医生 其余的丧尸也跟了上来 瞬间就包围了整个救护车 一番稀里哗啦之后 医生被丧尸拖下了车 护士拿着枕头愣神石 车里变得一片漆黑 黑暗中变成丧尸的女儿 躲在护士身后 这护士不注意 一口就咬上了护士 顿时护士就学洒当场 因为牺牲 突然护士猛的惊醒 原来一切竟是一场梦 为了不遭受梦里的一切 护士悄悄做了血液检测 没想到血液检测显示 女儿已经被感染 此时在车子颠簸下 血液检测针掉在了地上 其实这时可以发现 血液检测结果是 女儿没有感染 显然护士做了错误的判断 去着母亲找绷带的时候 护士慢慢靠近枪 打算偷走 却没想到救护车前方 出现了大量丧尸 于是两个女人在车里争动 一群丧尸在车外嚎叫 场面一度相当壮观 这时可以看到 司机脸上出现了 病毒感染的前兆 司机大叔也很慌 左管右拐下 还是撞上了好几个丧尸 司机淤死过去的瞬间 车子开始失控 母亲及时赶来 继续驾驶汽车 此时被母亲打晕的护士 也醒了过来 准备将女儿推下车 然而就在女儿即将 被推出去的时候 母亲及时拉住了她 顺手还给了护士一枪 护士瞬间就飘到了车子外面 没有司机掌控的车也开始疯狂 几秒钟后就翻车了 不得不感叹母亲的主角光环 经历车祸和丧尸围攻 竟还可以活蹦乱跳 这时女儿醒了 母亲却有些不对劲 女儿低头一看 母亲胳膊上竟有一个咬痕 母亲在这时也变异了 白眼一翻成了丧尸 原来当初感染病毒的是母亲 而不是女儿 一声尖叫来到男主女主面前 此时男主依靠在女主肩膀上 看样子已经睡着了 女主举起刀要杀死男主 不过还是没忍心 只是割断了自己脚上的绳子 就在女主要离开时 手机却毫不意外的响了 这一声惊醒了男主 男主立刻起身 拿刀架在女主脖子上 邀请他听听自己讲的恐怖故事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四个恐怖故事各有各的平凡和看点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正片 告诉我哪个故事最为恐怖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